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 只有艰苦人才知艰苦人的苦 基隆市创世华山人安基金会联合爱心伟牙 今天中午在府大善心高中广场举行 现场涌入660位独居老人 单亲家庭 韩市在帐篷下吃伟牙 人安基金会基隆站站长周又全感谢基隆各界善心人士 让他们担心会断吹 不至于发声还能发给每位出席者500元红包 其实一周前 人安基金会还担心爱心伟牙还差15桌 没人认捐 东森新闻驻地记者吕国宝 在脸书分享事业有成的青创家杨嘉明说 看到韩市伟牙差15桌 他一通电话全部认捐 让焦急的人安基金会感动欢呼 杨嘉明说 他家中以前做船舶油漆 冬天的鸡冷多雨寒冷 爸爸妈妈都还要顶着风雨出去赚钱有漆 他深深知道没钱吃饭的艰苦 看到吕国宝 破文 他二话不说 剩下15桌全部由他认捐 让大家可以在岁末寒冬喝碗鸡汤吃块鸡肉 希望让大家有过年围炉的 有些喜爱的温暖 温暖 好